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来看吧 这个市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啊 相比于这个去年呢 那是有了明显的进步 得分超过80分的城市就有六个 很多地方不但公布了它的财政报告 还在网上啊 公开了详细的收支明细表 当然了 也有的账目啊 依然还是一笔糊涂账啊 你比如政府性债务啊 它的公开情况呢是最差的 三百来个城市 只有六个城市啊 愿意公布自己的这个债务 总体的平均得分呢 那只有三十来分啊 离这个及格呢 还比较远 地方政府借了多少钱 欠了多少债 老百姓是一无所知啊 那专家就表示啊 目前地方政府举债 从法律上啊 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解释 统计口径呢 也非常的复杂啊 各地啊 好像都有自己的这个融资平台 债务规模呢 并不清晰 另外 跟往年的这个报告相比啊 今年呢 多了一项啊 那就是统计了各地的预算结余的情况 根据这个公开的数据来看啊 这个18个城市有200多亿财政资金呢 他没有花完啊 这可不像咱老百姓居家顾日子啊 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你像这个财政预算 他没有花完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一边是名声需求 嗷嗷待 另外一边却有200多亿的资金 躺在那账上是呼呼睡觉 好 我们回到封面 市政府的钱花哪了 要我说呀 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 就是要让每一分财政资金的用途呢 都有迹可循 咱还真就要做到 蜘蛛必叫 牙兹必报 最近啊 一条辅老太太被俄寻证人的微博引发热议 发布这微博的呢 是淮南师范学院的大三学生小圆 这怎么回事呢 按照小圆的说法呀 说前不久 他在街头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太 并拨打了120啊 但之后呢 老人家的家属啊 就认为那摔倒呢 就是小圆同学给撞的 并要求他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事发地啊 是监控的一个盲区 没有完全拍到 他就只好上网去求助 寻求目击证人 来给他一个自证清白 目前已经有一位目击者啊 站了出来 说这个当时他与小圆呢 是对象而行 事情发生之前 他看到老人走路就不稳 小圆骑车呢 从老太太身边经过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老太太他就倒地了 目击者啊 还表示 小圆骑车 从老太身边经过的时候 两者之间呢 是有距离的啊 不足以会撞倒老人 他当时也没有看到 老人身上有什么插伤 老人被抬上120急救车之前呢 一直是坐在地上的 不过老人的家属 可不这么认为啊 他们就觉得 这事情的前前后后 有很多疑点 其中最有力的质疑呢 就是说这个小圆呢 当时陪着我母亲去医院 他的同学 还给我们垫付了 2000元的医疗费 如果不是他撞的 他和他的同学 会这么做吗 这么一种逻辑啊 也就引发了热议啊 无论这起事件的真相 如何这么一句 如果不是他撞的 他和同学会这样做吗 已经把咱传统美德 撞得粉碎了 在老人的家属看来 如果非亲非故 又没有任何的责任 那为什么要帮助 另外一个人呢 既然出钱了 那就肯定是你撞的 也正是因为这么一种逻辑 老人的家属呢 才认准了 这位原同学 你就是肇事者 说实话 这么一种逻辑啊 其实挺可怕的 这不就是变相的 教大家以后 只要事不关己 就应该见死不咎 在这呀 我们就想说 不是他撞的 就不能陪他进医院 正是这么一种 有罪推定的质疑 就让老人摔倒 服不服 成了一个时代的纠结命题 要不说 家属的这么一种质疑 也值得质疑啊 开学季 老师们总会引经据典的 给新同学啊 传授一些个人生经验 前不久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于丹 就在微博上 引用了一段迎新的讲话 作为一有名的文化学者 于丹老师 送给学生的这一份迎新大礼 自然是不寻常 他引用到的这一段讲话呀 是光绪皇帝 在京师大学堂的一个开学的演讲 说我们都有两个敌人 一个敌人是伪善 一个敌人是守旧 底力学子破心中之贼 致力于国家强大 于丹就感叹的啊 说看到这么一段 一百多年前的讲话 还是很感慨呀 你看啊 又是皇帝 又是京师大学堂 当次一下子就上去了 于丹老师熬制的这么一碗 开学鸡汤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不仅情怀满满 而且呢 因为语出皇帝 而自带光芒 还有啥说的 来 干着这一碗鸡汤 很快 这么一条微博呢 就被转发了四千多次 获得了七百多个点赞 但是没想到的是啊 这光芒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啊 很快就有人指出 说这么一份 所谓的光绪讲话 那是假的 是一个已经被 遥过很多次的烂梗啊 于丹颖的这一段讲话呀 来自一部网络穿越小说 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时候 这光绪帝呀 都已经被软禁起来了 怎么可能出来讲这一段话呢 再者说了 作为清朝皇帝的光绪 也不太可能说一口的现代白话 被这个网友揭穿后 于丹呢 那是既不回应 也不认错 而是呢 删除微博 关闭评论啊 这个态度就让一些网友 接受不了啊 有人就翻起了一个旧账啊 说于丹教授啊 犯过的错呢 还不止这一个啊 早期的时候 他曾经说 豪猪是野猪的一种 因为这句话 他被网友选录到 华语世界文盲榜 因为豪猪不是猪啊 而是一种大老鼠啊 还有之前讲论语的时候呢 那也是饱受勾兵啊 被称为是鸡汤学者 那有人就说了 论语当中 有关于这个圣言的这个经典告诫啊 而于丹 以传播论语观点名扬天下 自己呢 却如此的不圣言 既缺乏文史基本的判断 又不加思考 那实在是对论语的一个讽刺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说言之亦出 出之亦实 诗之不可追啊 圣言圣行 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你不懂 不怪你 但你没有经过求证就说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好 接下来是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他二代的腐败朋友圈 近期啊 随着这个周本顺啊 杨栋梁这些个老虎啊 都是父子同时落马 这有关他二代腐败的话题 就引发了热议 有学者就表示 有些个他二代啊 都已经形成了朋友圈 那仪仗着父辈的能量 相互借势 一荣俱荣 一损啊 俱损 你看啊 周斌和国资委员主任 蒋洁敏之子蒋锋 以及四川原副省长 郭永祥之子 郭连兴 就组成了一个他二代三公子 结成了一个利益联盟 将父辈的权力 在生意场上啊 变现 现在人们又发现 赵敬 周敬 还有胡雄杰 又是一个新版的三公子啊 其中 商人赵敬 是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林的公子 周敬呢 是河北原省委书记周本顺的儿子 那胡雄杰呢 是湖南省一位退休高官的儿子 早些年呢 这胡雄杰啊 带着周敬一起打天下 凭借父辈的权力 拿下了房地产项目 两人是当众啊 发出了好言 说没有我哥俩办不成的事 后来呢 同样是官二代的赵敬 也加入到了这个小圈子 赵敬 原本的这个朋友圈 他就已经可以罗列出 一大串这个贪官啊 就包括 这个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员副院长 这个何嘉诚 还有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 还有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 天津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 那叫一个正容豪华呀 加入到三公子圈后呢 真正正正 那是臭味 相投啊 周本顺的妻子对赵敬 很欣赏啊 曾经自豪的说 我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青生的儿子周敬 另外一个呢 就是干儿子赵敬 知情人士啊 就透露啊 说赵敬被带走调查后啊 这个周敬啊 呈四处为他活动 还想让老爸周本顺 出灭捞人 不过呢 当时这个秘书邦都已经 陆陆续续落马了 周本顺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 就劝儿子啊 要低调行事 跟这个赵敬啊 赶紧划清界限 免得是惹火烧生啊 但这个时候 都已经为时已晚了 要我说 他二代结成了腐败朋友圈 最后这个圈子 划地为牢 成了他们的牢笼啊 那正好应了那句话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接下来是看天下文章标题 静观正后这一年 反腐风暴在山西官场 引发了一场地震啊 正后山西官场的生态 也发生了变化 你看啊 在人们的印象中 这官员往往是嚣敬的脑袋 要想办法要申签 而这一年来啊 山西官场啊 出现了怕提拔 不愿提拔的情况 去年五月 太原市委宣传部长 到了年龄了 要退休了 就空出了一个市委常委的位置 当地一位副市长被提拔了上来 可是呢 在公事期内啊 他被人举报了 举报说他这个超声 最终呢 他不仅没有被提拔 反而被免职了 这之后啊 但凡被提拔的人啊 那不是什么满怀高兴 而是呢 惶惶不安 谁能保证自己公事的时候 不被人告呢 谁啊 还敢有非分之想呢 为此啊 太原市委这个宣传部长的位置呢 都已经空悬了一年多 无人问津啊 不愿意被提拔的情况 这还不是个例 你说 在这个吕梁啊 这个要选拔县委书记啊 那些年龄啊 履历啊 学历啊 都符合这个选拔标准的官员 说有一大半呢 都主动选择到退出 不仅在提拔之前 在提拔之后 他现在呢 好像也低调了许多 那以往 过得生前的人 免不了呢 要这个吟诵啊 痴请一番 可现在呢 很多人被提拔了 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 自己呢 拿着一个组织部的文件 就去新单位报道了 看来啊 在他方式腐败之后 静观迎来了 低调晋升的新常态 好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财经天下 首刊文章标题 中国人最该买的保险 天津港爆炸事故后 附近楼盘的很多房子 都受到了这个损毁 还好啊 当地政府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想卖掉的 按照房价1.3倍回购 你不想卖的 给你免费来维修 还给你一定的赔偿 有人就说了 假如这一回 政府不都抵议 企业又赔不起 那人们就得面临房子没了 房贷还在的窘境 因此呢 房屋保险就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在这个欧美国家呀 这个住房保险 那是居民购买最普遍的这个 闲种之一 人家给房子买保险 就跟咱们买房子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种这个刚需啊 可到了咱们这呢 房屋保险呢 对很多人来说 哎呦 什么叫房屋保险呢 那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 是一个需要引导的概念 当然了 咱国内的保险企业 在这一块 做的也不到位 你首先赔偿范围过于这个局限 保险条款呢 只承担什么 什么保险条件 火灾呀 台风啊 暴雨啊 泥石流 这些个原因造成的房屋损失 他才保 而且呢 实际上保单全国通用 你比如北京的房子 你要它跟沿海地区一样 保台风意外险 你要它跟西南地区一样 保泥石流意外险 人家压根 就不可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何必花这个冤枉钱呢 另外 咱们这个房屋鞋呢 价格偏贵啊 你像在美国这个加州啊 几百万美元的房子 它一年的保费 那也就是几十美元 可到了咱们这 如果你想买其三大主线 也就是房屋装修和室内财产的保费 保费 那是房价的千分之二 比如一套两百来万的房子 你一年的保费 就得要四千 对吧 如果这些个问题不解决 想要真正的推广住房保险 我看也有点险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 图片 2015深圳国际珠宝展展出了七件万族金婚纱 总共耗费了九点九九九公斤的黄金 土豪金婚纱 双眼一亮下 意大利举办狗狗接飞盘大赛 狗狗有的用爪子把飞盘抱住 有的直接用嘴巴咬住 有的呢 眼睁睁看着飞盘从身边飞过 安徽淮南建了一个三点六米高的大顶 用来煮牛肉汤 让一千六百名游客共同品尝 享受了舌尖上的美味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徐征导演的电影港炯还没有上映 他就先上了头条 说片方发布了电影的主题曲 演唱者是谁呢 王菲 哎呦 不得了啊 这主题曲一发布啊 转发量轻轻松松破十万呢 各路明星也是转风了啊 歌红了不说啊 顺带呢 把这电影也就给宣传了 这年头能把主题曲唱成宣传大杀器的 可能也就只有这个天后王菲了啊 有人就总结啊 说这个新时代电影宣传有两大杀器 影帝影后写影评 还有王菲唱主题曲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啊 这些年出于半退休状态的王菲也就唱过那么几首新歌啊 而且呢 基本上还都是电影的主题曲 你看啊 电影将爱的主题曲 因为爱去 还有电影 处不可及的电影的主题曲 爱不可及 还有电影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曲 以及电影冲冲那年的主题曲 现在呢 他又给这个港炯唱主题曲 有粉丝就开玩笑说 飞姐 再唱几部电影的主题曲 就可以出张电影歌曲的合集了 天后真这么爱唱主题曲吗 飞也 这是个电影主题曲啊 那其实啊 就是一个一个的人情债啊 这里头面子最大的呢 那当然属这个赵薇了 他曾经说过 唱主题曲 王菲是随教随道 果然呢 赵薇啊 升级当了赵导 那知道的第一部电影 至青春 王菲果然就开了惊嗓子 话说 这一次的港炯 也是因为赵薇是女主角 才能够让王菲啊 再度开唱 当然了 比赵薇关系还铁的呢 当然还有一个 谁呀 李亚鹏啊 想当初 李亚鹏重出江湖 拍了电影版的江爱 王菲的一首《因为爱情》 那可是超强的宣传砝码呀 以高传唱度 让这个电影呢 胃硬是鲜热了 还有啊 还有一个能够请得动王菲的 那就是导演张一白啊 据说这张一白的老婆 可能王菲的关系啊 很铁 那绝对是闺蜜级别 去年很火的青春电影《冲冲》那年 就是张一白导演的啊 这个不仅请到了王菲演唱同名的主题曲 还请到了灵溪作词 灵溪的词 再搭配上王菲的嗓音 那简直就是绝配 三个小时的播放量就突破了一百万 成功的给电影招来了大批的观众 导演们要是都有这么靠谱 有这么大牌的朋友 电影宣传 那是能省不少心啊 当然了 因为友情啊 得意的 可不只是张一白呀 你像去年 王菲为电影猝不可及 唱了主题曲 因为此曲 创作者分别是林熙和张亚东 这个多年的交情啊 与合作 再加上导演赵宝刚 有着诚意满满 三个不同领域的大将出面相邀 王菲你哪能不答应呢 看见没有 王菲他唱的不是歌 是琴 最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报纸上啊 刊登了一则公告 为这个博州新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 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 来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据了解啊 法院以公开登报的形式 向这个蒙冤者来赔礼道歉 这在全国上属首例 这么一件事呢 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有人就感叹呢 说法院登报道歉 这真是太阳从大西约出来了 在以往的经验里啊 地方政府啊 或者是官员做错了事啊 很少愿公开道歉的 本来嘛 你法院错判了案子 让公民是蒙受牢狱之灾 民意受到影响 为蒙冤者挽回声誉 这在普通人眼里呢 是平常很平常的事啊 但是呢 长期以来啊 这却成了司法机关 他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其实消除影响恢复民意 还有这个赔礼道歉的内容呢 早在1994年 就写进了当时的国家赔偿法 里头就规定啊 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这个受害者啊 消除影响恢复民意 赔礼道歉 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是由于这条规定啊 太过这个含糊笼统 对于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 以及这个影响的范围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那法院的道歉方式啊 那就千姿百胎了 你比如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 还有河南的赵作海案 他平反之后呢 这法院采取了相关领导 登门道歉的方式 还有的呢 这是打电话来表示歉意 更多的法院啊 检察院啊 公安机关啊 在冤案平反之后 却选择了沉默 宁可多赔钱 他也不愿意低个头认个错 正是因为这么一种现状 也就越发凸显到这一次 安徽高院主动登报纸道歉的意义 这就是坦然向社会宣告 我们是错了 这十九位公民 他们是无辜的 出现冤案本来是司法界的一个耻辱 可这么一则道歉公道的发布 公众更多的是点赞 对错案做公开赔礼道歉 他不扭扭捏捏 那是国家赔偿制度的应有之一啊 在这里呢 我们也想说啊 法院平反冤案公开认错 这事不丢人 在云南冰川 有一道这个流传已久的这个特色菜 叫草屋炖猪脱脚 前不久啊 当地一位村民啊 就煮了一大锅这个草屋炖猪脚 热情的邀这个亲朋好友啊 来聚餐 吃不料啊 造成了六人中毒死亡 二十一个人呢 中毒住院 这么一个惨剧 就让草屋备受关注啊 草屋那是一种中药 同时呢 又是一种毒药 它含有的这个生物碱呢 有着很强的毒性 它呢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断肠草 看过金庸小说 神雕侠侣的都知道啊 没有神雕大侠 杨过那样深厚的内功 没种情花毒 你就不要乱吃这个断肠草啊 那既然如此 这当地村民 为什么还要拿着这个草屋 来炖这个猪脚呢 原来啊 当地流传 不过草屋啊 只要这个喷制处理得到 不但没有毒啊 还能够去风除湿 能够散寒止痛 有这个神奇的功效 所以呢 一直就有吃这个草屋炖猪脚 来进补的一个习惯 在以前也发生过很多次 这个中毒事件 当地政府呢 为此还发文啊 严禁出售 以草屋为原料的食品 更不允许群众相互邀约 聚众主食 这个草屋 可惜啊 这还是没有能够阻止 这一起惨剧的发生 那么 除了草屋炖猪脚 还有哪些个民间风味 还是有毒的呢 其中啊 最有名的当属 野蘑菇和河豚 每年你看到了七月份 到九月份啊 高温多雨的天气呢 就使得这个野蘑菇啊 疯涨 看起来呢 那真是肥美多之日 让人忍不住流口水啊 为了尝个鲜 很多人就凭着感觉 凭着自己的经验 去采摘这个蘑菇 回家呢 简简单单喷吃之后 就食用了 也导致中毒事件呢 是时有发生 我们再说说这个河豚 有句话叫 施得一口河豚肉 从此不闻天下鱼 讲的就是说 这个河豚啊 它这个肉啊 这个鲜美啊 这个柔润啊 让人回味无穷 但河豚肉 可不是可以随便乱吃的呀 河豚当中的河豚毒素 只需要0.5毫克 就人死亡 所以呢 就会有舍命吃河豚的说法 探究人们冒着生命危险 食用有毒食物的最初的原由 我们就不难发现 大多呢 是迫于无奈 你比如 在医药匮乏的时代 那个食用草物 那是为了治病啊 在食物匮乏的时候 你食用野蘑菇 包括吃这个河豚 那是为了冲击呀 在后来呢 它就慢慢演化成了一种 吃的传统 成了一道美食了 现如今 人们食用有毒食物啊 有一些个呢 是因为分辨不轻 认知不足 而有些个呢 是明知有毒 但为了炫耀我的胆量 就抱着侥幸心理呢 坚持要品尝 舌尖上的美味 如果有惊无险 倒也就罢了啊 一旦中毒啊 很有可能就呜呼哀哉 对此 我们就奉劝大家 真爱生命 远离 毒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类词啊 第一个类词 全科教师 咱们现在的老师啊 多半都是专科教师啊 语文的就归语文 数学的呢 就教数学 现在呀 全科教师要来了 所谓的这个全科教师呢 就是那种 数理化通诗 语文艺术 天文地理全扛 他什么都会啊 什么课都能教的 这么一种老师 就叫全科老师啊 以前比较偏僻的乡村教师 才这么干呢 因为那地方啊 师资这个匮乏 有的学校啊 甚至他就只有一个老师 那就只好是背全科 不过最近啊 各地都准备试点 培养这个全科教师啊 你要在江苏 已经有小学 启用了全科教师 来推行包班制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班 所有的科目 就由那么少数的 两到三个老师来承包了 在课堂上 语文课上 能学到数学 你画画的时候呢 还能学到写诗歌啊 就是把这个科目啊 融合在一起来教 实现 小学课程的科学整合 看来以后啊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这句话呀 他不是调侃了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 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